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66集 战关卡 一路用最快的速度闯关 白小春生怕那小气灵苏醒后的捣乱 此刻抓紧速度横冲直撞 好在她的肉身与之前已截然不同 无论是强悍的程度还是恢复 吸收了主宰血肉精华 已经突飞猛迹 此刻竟一路高个板 直接闯到了六十八管 着地六十八 白小春刚一进去 就立刻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胃压 这微压内甚至带着一股危机感 凭着白小春的直觉 她在出现后瞬间就到退 神识更是急速的散开 昏迷中 她的神识已覆盖八方 将这四周的一切环境都映入脑海 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没有天空 没有大地 四周竟好似星空般虚无一片 唯独在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石台 在这石台上方树立着一宗高大的木偶 这木偶足有百丈之高 看起来如一个巨大的圆球 上面画着面孔与五官 似乎在笑 不知为何 白小春总是感觉 这里环绕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她私下看了看后 目光锁定在了那巨大的木偶身上 几乎在白小春看去的瞬间 忽然的 这木偶竟猛的睁开眼 目中露出一抹幽芒 身体竟从石台上一跃而起 直奔白小春昏迷而来 看一眼就冲过来啊 白小春一惊 身体立刻退后 可那木偶的速度太快 几乎刹那就到了白小春进前 眼看无法闪躲 白小春也深吸口气 想到自己如今肉身之力大增 于是目中露出果断 右手握拳直接一拳轰了过去 这一拳看似寻常 但以如今白小春的战力 这一拳足以让天尊出气的强者 也都喷血倒退 不说死亡吧 可也必然会受伤 轰鸣之声刹那滔天 那巨大的木偶看似很强 可竟在白小春的一拳下 仿佛不开一击 居然轰的一下 直接就崩溃爆开 只是 这崩溃爆开的反阵之力 竟远远超出这木偶本身的战力 威力磅礴惊天动地 横扫四周的同时 白小春只觉得好似有一头凶手 向着自己迎面撞来 轰轰撞 他身体倒退数十张 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些 这么强的反正 白小春心惊识 突然的 从那木偶崩溃的地方 居然有一股 比之前更强的气息 轰然爆发 在这爆发下 白小春 短时看到那木偶虽崩溃 可爆开的 只是其外表 在其内部 竟赫然还有一具 略小的木偶 这木偶的气息 比之前要强太多 此刻木然冲出 直奔白小春而来 看其气势 似对于闯关者 不失败 绝不罢休的样子 白小春眉头微皱 身体一晃 这一次 他不退反进 再与那木偶 临近的刹那 依旧是一拳 只不过 这一拳落下后 他身体 没有半点迟疑 猛的后退 可他的退后虽快 但这木偶的反正 却是更快 这木偶 依旧是不堪一击 可其崩溃的反正 刹那间就覆盖八方 轰鸣中 强悍如白小春 也都体内气血翻滚 尤其是这崩溃的 木偶身上 居然再次散发出 比之前还要强悍的气息时 注意到了里面 居然还有一个木偶后 白小春眼睛都睁大了 有完没完了呀 白小春心头一惊 此刻也意识到了 要渡过这一关 就必须要将这个木偶彻底打爆 使得里面一层层的木偶 全部都碎裂才可 这一关太诡异了 若是气灵在的话 自我必然危险啊 白小春想到这里 心头一惊 神神猛的散开四周 试图寻找 应该是没苏醒 不过按照时间去判断 那气灵怕是苏醒在即 白小春 如今对于这残善的权限 已经不小 能初步的推延气灵的存在 此刻他心底焦急 知道不能耽搁 要么就是现在立刻离去 甘愿失败 要么就是一股作气 用最快的时间轰杀此官 如果换了白小春 在云海州的时候 他或许会选择前者 可如今在这邪黄城内 白小春知道身处危机之中 能早一步闯关 获得奖励 自己的修为也能精进一些 同时早一些闯过所有关卡 成为这残善真正的主人 也对白小春在歇黄城站稳脚跟 有很大的帮助 最起码 在白小春的期待中 他是希望拥有了这残善后 自己具备能与太古一战的资格 哪怕只是勉强一战 也都足矣 你妹妹的 我再试一试 不行就撤 白小春笃性不大 此刻咬牙中身体轰的一声 直奔木偶飞去 刹那间 双方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中 这木偶再次崩溃 可反阵之力比之前更强 白小春低吼中 也不去浪费时间避开了 他也明白 想要避开这反阵难度太大 这一关考验的就是这种反阵之力的伤害程度 随着嘴角溢出鲜血 白小春不死卷的恢复之力全面展开 上市插那恢复的同时 他眼睛微红 向着崩溃中的木偶再次杀去 几乎在白小春杀去的刹那 随着木偶碎片的四散 一尊再小了一些的木偶 又一次出现 就这样 周而复始 白小春一连轰出了十拳 每一拳都可崩溃木偶 可每一次崩溃后的反阵 随着一波波越来越强悍 到了最后 白小春哪怕由不死卷的恢复 也都快要承受不住了 以我的恢复力 怕是就算天尊后期在这里 也最多就承受到这种程度了 这一关 难道需要天尊大圆满才能过吗 白小春不相信仅仅是六十八关 就有如此难度 此刻再次轰全时 随着木偶崩溃 随着反阵让他喷出鲜血 终于 那崩溃的木偶内再次出现新的木偶 明显与之前不一样 这赫然是一句只有八张大小 通体金色的木偶 在出现后 一股天尊中气的气息 滔天爆发 速度之快 刚是超乎想象 刹那小事 出现时赫然在了白小春的胸口 甚至还没等白小春反应过来 他的身体就轰的一声被直接轰出了数百张外 白小春口中喷出鲜血 刚刚站稳 身体就再次被金光轰击 一连数次后 白小春彻底的暴怒了 气人 太甚 白小春眼睛赤红 这种明明与自己一样修为 可自己却只能挨打 只因速度不如对方的事情 他还是首次遇到 此刻眼看金光在闪 白小春忽然深吸口气 他的全身皮肤竟在这一刹那 直接成为了血色 更由血雾从其体内扩散出来 一瞬间 白小春的身影 竟好似成为了雾气的一部分 神 杀 雾气内 露出白小春 带着森冷的双眼 传出了似乎带着血腥味的声音 神杀之法 骤然降临 轰鸣中 那金光在靠近血雾的一瞬 雾气猛地散开 速度之快 首次让那金光直接扑空 眨眼的功夫 在这片世界里 血光与金光木然交错 彼此在这速度上 已经都爆发到了极致一半 轰轰之声 不断地回荡中 终于 那金光一顿之后 被血雾瞬间包围 轰轰之声 在雾气内回荡的同时 一股超越之前 太多太多的反阵之力 也随之疯狂地爆开 随着巨响惊天动地 这血雾也都在这反阵中彻底溃散 环绕在了四周虚雾内 直至过去了十多夕的时间 当此地一切都平静后 这些雾气才缓缓地重新凝聚在一起 露出了面色煞白的白小春的身影 刚一出现 白小春就哇的一声 鲜血狂喷 呼吸急促中身体模糊 离开了这第六十八关 这一关 他虽成功闯过 可伤势之重 让白小春明白之后的关卡 怕是每一关都将艰难无比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